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慈禧太后她占据清廷最高统治地位长达50年 直接培养了两个皇帝 一个是同志 一个是光绪 那么对于这样权情一时的重要历史人物 总是正史和野史都会有大量的对这个人物的记载 包括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些影视作品 可是我们从这个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影视作品当中 你总结说慈禧是个什么样的人 往往会得出一些南辕北达的结论 那么说慈禧它到底是残酷还是宽厚 到底是激进还是保守 这咱们今天给大伙分析分析 慈禧这种多面性是有什么决定的 学厨师拿高兴 山西新东方烹饪学校 邀您精彩继续 公开对全世界宣战 守旧的慈禧为何由此惊人举动 平凡主战的他又为何转为求和 面对政敌 慈禧如何运用自己的政治手段 守旧的他在核心的路上又为清朝带来了哪些生计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双面慈禧的矛盾人生 有人说说你看慈禧统治这个时期 中国竟打败仗 慈禧一辈子呢 他经历过五次重大的战争 就是那个时代 中国对外国也说大清和国外开仗 慈禧经历了五次 一个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那时候慈禧小才五岁 第二次鸦片战争呢 慈禧已经是咸丰的这个贵妃了 所以他当时已经进攻了 等后边的中法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 还有八国联军进北京 搅一和团这个 这三次战争 慈禧已经是大清最高统治者 垂帘听政 决策权在目 就是这些战争我们最后总结起来 很多人拿慈禧太后的一些话说事 慈禧说过叫 量中华之物力 皆与国之欢心 而且你在对照什么北京条约 南京条约 再往后什么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哪个都是丧权辱国 搁地匪患不平等条约 很多人就说 慈禧在战争这个问题上 那是懦弱无力 所以造成大清的女痴败仗 使中国的这个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 那是不是这个情况呢 不是 史书里边得出的结论 慈禧对待战争的态度 总体来说是挺激进的 你看咱就拿这个第二次鸭片战争 就咱们说这个英法联军火烧原委员之后 当时慈禧甚至极力主张 就先锋皇帝 要再跟这些列国开战 不要弹河 甚至之前主张 贤禧皇帝不要往热河跑 就在北京待着 他这话差点让咸锋以为你要害我吗 差点招了杀身之祸 皇上是一国之主 你说洋人打到家门口 让一国之主的皇上临阵脱逃 布兰秋贤 怎么是临阵脱逃呢 只不过展示到避暑山庄去避一避而已 避就是逃 逃就是避 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事 加在一起 就是逃避 姨贵妃 这 这简直不成体统 军国大事 对 我正要问你这成何体统 太平盛世 皇上自然可以游山玩水 避暑狩猎 如今眼看着洋人们就要兵临城下了 老百姓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皇上理应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 你身为大臣 反而挑适皇上临阵脱逃 只万民与不顾 去打野鸭子野兔子 是何居心 就是他在战争的态度上 慈禧是强调要维护大清国委 不能随便让人家欺负 所以后来的几次战争都和这个有密切关系 比较典型的还有你像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一开始 慈禧是坚决主张跟日本打 当然他这个主张是有底气的 咱们现在一翻历史课本都是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让日本人给打败了 但是甲午中战争1894年这场战争 日本的海军远不如大清水师 大清水师当时呢 是从欧美买了很多先进的 这个军舰器都不敢相信 跺着脚在那跳舞 我居然打败了北洋水师 他自个都不敢信 当时慈禧呢六十大寿 要过生日了 过生日了他得花钱了 这钱花的都没边 一个是那修义和园 再细台子呀 什么蒋经的地方啊 楼台亭阁 要建这个东西 你想这个花销大了去了 这钱从哪出呢 只能从当时军费里挪 可是你这战争的持续打呢 那军费就不够用了 有的大臣主张呢 慈禧太后拜授留一点银子 把这银子挪去充当军费 毕竟国家大使要紧 慈禧不干 为啥慈禧很重视自个儿这六十大寿 慈禧太后当时身边有人跟他说 说老太太 你这老佛爷 你这六十大寿过好了 大清江山永共 你就万寿无疆 所以在他看来呢 对日本一战 输赢无所谓 和我这六十大寿 重量级不能比 所以咱们今天人就觉得 慈禧太后为了自己六十大寿 祸过殃民 这话说的就过了 为啥在慈禧心里认为 这个是头等大事 这个是江山永固最好的办法 这是他认识的局限 北边刚闹蝗虫 南边又是水灾 这十几年里 我何尝睡过葫芦觉 这才换得个同志中心 我这不是为了江山设计 我这又是为了什么呀 就拿着万寿庆典来说吧 知道的人说我该想想福了 不知道的骂我穷蛇极欲 谁个又知道我这也是为了江山设计的 一片苦心呐 慈禧主持大厅黄政五十年之久 他绝对不是一个就追求降落设施的人 只不过慈禧为什么后来说和谈 他这两下权衡 这限于呢 他本身当时的认识 就我们所说的思想局限 你看慈禧后来还有一个 谁都感觉到很吃惊的事 就1900年 慈禧突然间宣布 对世界宣战 1900年6月21日 大清朝廷发布宣战诏书 其中彼等二字 将除了自身以外 所有外部世界通通列为敌人 这就意味着慈禧向全世界宣战 说他怎么能干出这么冲动的事来呢 这是当时啊 他下面的臣子把他耽误了 因为这个皇上呢 慈禧太后呢 居于身宫 他自己不可能像现在说 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得到 他往往身边的进尘 你上书房 军机处 这些大臣给他提供信息 结果呢 有一个他宠幸的大臣 直立总督隆路 就给他提供了条错误信息 说坏了 老佛爷 我听说呀 英国 法国 美国 日本 荷兰 反正输得着的这些帝国主义列强 要集体出动兵力 干什么呢 离您退位 叫您归正 啥叫归正呢 就是把这个垂帘听政的权力 归还给王军皇上 你赶紧靠边站土耳线歇着去吧 一仰天天 你别管这事 就如果您要不听这个 他就要出兵干一个目 这事可统慈禧非光 慈禧可受不了 因为是在他心里 他是大清主政之人 你让我下去 那不仅是我掌握不了政权 甚至都有性命之忧 因为光绪翅膀一天天硬来 说白这两俩不是怎么太和气 所以这个事呢 等于捅到了慈禧非管 那说这事有没有呢 没有 这只是上海一家英文报纸 发表一篇文章 一个政论家 就时评家 就写的东西 就是现在这大清国要想好 就得光绪主政 慈禧太后归正 你就别垂帘听政了 你下台得了 结果这个事呢 被天文加醋弄上来 慈禧这时候感觉到 自己地位受到危险 不行 我得反击 而且这时候有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 我们说当时闹义和团 义和团 提出口号叫 浮清灭阳 就遵从大清朝 但是专门杀阳人 在各地上闹得很厉害 开始清廷也是怕影响和友邦关系 和帝国主义列强关系 也镇压 压不住了 老百姓造反太多了 就一方面对大清不满 一方面对洋人不满 到后来呢 威胁 这时候慈禧太后正好 说让他归正这传言 他听到了 他说坏了 你看老外要动手了 来这些人说要镇压一个团 这干嘛来了 这不想借这个事 把士兵拢不拢吧 随时杀精故宫 娶我乡人头 这了得吗 所以他又说 我不能再等了 不能坐以待毙了 面对列强 咄咄逼人的态势 宰医建议慈禧 利用义和团 来消灭洋人在中国的势力 为了保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 慈禧采纳了宰医的建议 清政府正式承认 义和团为合法组织 所以在错误信息的左右之下 慈禧对外宣布 对世界各国宣战 当时是打开城门 迎接义和团进城 杀洋人 结果最后造成八国联军进北京 这慈禧 屁股尿流的跑到西安那边去 就是这个事情 慈禧是典型的 受错误信息左右 他为什么要发动这个 他是时刻担心自己的位置不稳 正因为他担心这个事 所以才被谣言所蛊惑 酿成了这次大祸 所以说你看 这是所谓慈禧太后对战争 你说他是激进还是保守 就他一看自己地位受到威胁了 他一定激进 一看自己暂时没有啥忧虑了 那保守了 公开对全世界宣战 守旧的慈禧 为何由此惊人举动 平凡主战的他 又为何转为求和 面对正义 慈禧如何运用自己的政治手段 守旧的他 在核心的路上 又为清朝带来了哪些升级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双面慈禧的矛盾人生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会焚酒 独家冠名播出 再有人说说慈禧为人上 到底是宽厚还是残人 这个事有个典型例子 你像慈禧怎么上来的 大家都清楚 和他小叔的 公秦王一星鬼子六合谋 把顾命八大臣给打下 然后在咸丰皇帝死了之后 发动新有政变 最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那么他上台之后 首先得清算原来那些人 你像顾命八大臣 宰元 这个端方 宿顺 这些人 怎么清理这些人 来啊 将宰元 端华 宿顺 隔去爵位 拿交宗人府 还站着干嘛 给我拿 按照大清律律 给这些人定罪 那就是谋反 因为如果你不定谋反 人家也是 顾命八大臣 你要不定他谋反 你怎么把他扳倒 所以就得定这八大臣 是谋反 谋反按大清律 是什么的 凌迟处死 啥叫凌迟处死 一刀一刀给你活剐了 非常残忍 所以慈禧知道 要这么干的话 不得明显 慈禧说那宽容一点 把这八人革职得了 慈禧又不甘心 他对这几人很恨 因为宰元 端方 宿顺这些人 对他也不客气 所以他采用区别对待 怎么个区别对待 这里头宰元 端方是王爷 王爷 你怎么死 我赐你资金 王爷 毒酒断肠啊 我看哪 还是掉脖子痛快 意思是 我准许你资金 其实是五大郎吃药 喝也是死 不喝也得死 要他们资金 得全食 你等这个苏孙 作为八大臣主心骨 主要的策划人 这我不能饶了你 斩力绝 就推出菜肉口问斩 咔嚓一刀 伸手一触 有人说这多惨 这不惨 比那凌迟 这算人道的 死了之后 追求你把脑袋 跟身子缝一块下葬 得全食 所以这三人死了 剩下那五位大臣 去外对待 其中有一位 是道光皇帝的女婿 鬼子就是一心的亲姐夫 对于你呢 革职是革职了 保留你爵位和待遇 等剩下那几位 有一位呢 上下串联 这人叫穆音 你看说你这 不行 不仅革职 发军发配到新疆 到那边造罪 剩下那几位 那三位呢 也没 革职是肯定革职了 但是不发配 你就在北京 作为一个平民百姓 呆着得了 然后中人府 没事管管你 定期报道 就如同我们现在 保外就一身 你们几个老敌 组治组治的 现在 咱们就一组治吧 所以这种处理方式 在当时来看 很合体 为什么呢 先把领头这几个弄死 避免你热火烧不尽 吹风吹雨声 然后对下边这些从犯 相对宽厚 因为顾命八大臣 不是他八个人 后头还有不少 跟从者 这些人一看八人 给抓起来坏了 下一回这刀 就夹到我们脖子上 咱赶紧跑 不跑 做不啥 造反吧 等也是死 不等也是死 结果这么一处理 这些人一看 行了 你看 最终就给革职了 也没什么事 那咱就别反了 反了有可能 豁灭九族 所以对慈禧 刚上任 上台以后 起到了安抚民心作用 所以这个事 赢得了大家交口承赞 都承赞 慈禧太后宽宏大量 为人宽宏 其实是他宽宏吗 他真宽宏 应该把那三位也饶了 他为什么这么干呢 安抚民心 所以这个慈禧 垂帘听政之后 一个月内 先有政变的余波 就此就平息了 就没有再酿成大的祸端 所以说慈禧 你说他残忍 说他宽宏 只是为了他的政治目的 他必须得做到这一点 这是他核心力 就像有人说 慈禧对改革和保守的态度一样 慈禧一开始是为大清国负责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洋务运动 总理安门管洋务运动 那时候出现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 张志栋 一些洋务派 没有慈禧老佛 在那支持这些人 你上哪搞洋务派去 所以当时慈禧一开始 对洋务派是认可的 失忆长期以至于 咱们为什么干不过人家呢 咱这船没人大 咱这火炮没人先进 所以咱们得办兵工厂 好吧 你张志栋 干汉阳兵工厂 江南骚自局 咱开始 我干起来 所以慈禧是支持这个 但是为什么说后来 违行派 咱都指的 戊戌六军组 慈禧下令 以台湾同为首的 都给我斩了 康有为梁启超 跑到海外 有人说慈禧是保守派 不是那个 慈禧开始并不保守 问题是呢 大伙改来改去 搞洋务运动 发现 整来整去 这不是甲午中战争 又输了吗 以往说 我们不如外国人 船大 不如炮好使人 在北洋水师 实力比日本人强 咱怎么还输了呢 服求的清政府 这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所以变法到后来 变成要改政治体制 而政治体制怎么改呢 要实行西方的 君主立宪制 让慈禧下台 光绪执政 就地党压倒后党 搞威信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政治体制改革 直接威胁到慈禧这儿 这时候慈禧就不能眼看着了 因为再支持威信派 自己位置就不保了 而且这时候威信派 也琢磨了 慈禧不会轻易下台 所以想枪杆里边出政权 想让一些军队 进北京前往 逼慈禧下台 瞩目谁呢 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在离北京不远的天军小战练兵 那个时候 袁世凯手下是精兵强将 有的是 希望他能够进京 逼慈禧太后下台 但袁世凯这人猴惊猴惊 像好有人说 袁世凯告密 这话说的有点大 袁世凯不是告密 袁世凯经过对时局的判断 一开始袁世凯是支持威信的 但是一看这个时局 地党很难扳倒后党 如果他跟着违心 最后他跟着吃过闹 恐怕也得杀头 袁世凯得我按兵不动 为什么我手里有兵 你无论地党后党都得来求我来 我就可以从中间获得更多利益 所以袁世凯按兵不动 我也不说支持你 我也不说反对你 所以其实袁世凯 在戊戌变法过程当中 他是充当了一个中间派 骑墙派 他并没有明显的去整哪一方 只不过后来胜负已分了 袁世凯火速进京 接受慈禧太后召见 向慈禧表忠心 为什么 那时候慈禧已经全面控制局面 已经把光绪给囚禁起来了 所以你不能说 慈禧他是保守的 对后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残酷 宽厚 保守 基金 以及对战争态度 其实我告诉大家 你不能从历史现有发生的事 来总结这个人的性格 人的个性对历史是有影响 但是他的影响 远远没有此一时彼一时的 全是斗争党 所以你说这个人基金还是保守 一个核心就在于 他的统治地位有没有受到威胁 所以我们有的人 往往根据具体的历史史实 来断定这个人的性格 那这是一夜闭幕 不见泰山 两耳塞豆 不闻雷底 历史事件永远应该回归到 他的本来面目 我们应该回归到历史的长河当中 根据权力的这种形体 来判断历史人物 在这个时段起的作用 而个性的东西 并不是主要因素 一声巨响 慈禧太后的灵幕里 架出多少宝藏 一次出游 老佛爷的行李箱 到底有多大 一声传战 多少宫廷美食 悉数到位 修建倪和园 她的排场 无人超越 北洋水师战外 她的骂名 背负至今 西逃之后 老太后有哪些巨大转变 真是大吉自尽成了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慈禧熟耻吗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九国焚酒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